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宿地,我是小兰 首先来关注几条国际药文 希腊债务危机进入关键时刻 由欧洲官员指出,在救助希腊的新方案下 希腊一些主要的银行将需要关闭或者被收购 当地四大银行会要关闭其中两间 欧盟全体成员国领袖定于周末召开峰会 尽最后的努力磨求与希腊达成债务协议 路透社引诉欧洲官员说 无论会议会否决定为希腊提供新的资金 一些受政治经济因素损害的希腊银行 将需要关闭或与实力更雄厚的竞争对手合并 希腊四大银行包括希腊国家银行 Eurobank,比雷爱夫斯基银行以及阿尔法银行 或许将会在缩减至剩下两间 菲律宾向荷兰海牙国际仲裁法院 就南海相关岛屿提出仲裁 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在法院口头辩论中表示 中国所谓的九段线在国际法上没有任何根据 强调中国把南海的大部分岛屿 划归本国所有是不正当的 认为九段线涵盖的区域超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表示不允许中国以历史性权威为理由 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 法院的口头辩论将会进行至下星期一 菲律宾代表团的成员包括罗萨里奥和国防部长 加斯明等人 菲律宾将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南海填海造法违法 中国多次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 海南航空一架由合肥飞往广州的客机 飞行途中将获得火警警告提示 需要紧急的返航 8名乘客在撤离的过程中受伤 事发在昨天的上午10点多 飞机起飞之后不久 爬升至5100米左右 机组驾驶舱内发现后货舱火警提示 立即紧急返航 35分钟后返回合肥的机场 机上当时共有160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 全部安全疏散 8名乘客在疏散过程中受伤 其中6个人骨折送院治理 经检查之后未有发现客机发生火警 再来看一下香港本地的消息 3号强风信号见证生效 天文台表示预料会在今天下午5点或之前 改发8号裂风或暴风信号 天文台表示按照现实预测的路径 莲花会在今晚至明早最接近本港 对本港造成威胁 预计今天几正狂风骤雨 今天晚上雨势会较为频密 明天会有狂风大骤雨 在正午12点 台风莲花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约200公里 预料向偏西方移动 同时时速约为18公里 大致一向珠江口一带 天文台表示 过去数小时莲花继续偏西方向移动 中心仍然处于沿海的区域 虽然有迹象减弱 但是预计强度不会急速的改变 在理工大学修读会计局财务的 一年级24岁学生罗伟纯 去年7月的时候 使用过假的中国护照 充当枪手 大人参加IOS考试 最后因为护照的质量差被揭发 他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 承认使用虚假文书罪 裁判官所约他的背景 以及社会服务令报告之后 判他履行8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去年7月19号 被告在尖沙嘴富豪九龙酒店 使用一张虚假中国护照 进场考试 监考员检查护照时候 发现护照印刷质量差 其一报警 警方在考试之后拘捕被告 涉案的护照上有被告的照片 证件持有门名称却写着别人的名字 好了关注完要文来看一下 香港股市的整体情况 港股昨天收市急跌超过2000点后 今天早上随着金融 铁路互联网等重要板块 大幅反弹 一度升超过1000点 其后升幅收在 恒生指数收报在24392.79点 上涨876点 国企指数上涨3% 报在11446.37点 大势成交有2121亿港元 重磅股蓝筹反弹中国海外发展 上涨10.7% 报在24.9 香港交易所今天上涨14.8% 银河娱乐今天上涨7.3% 联想集团上涨7.9% 腾讯上涨8.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反映内地通胀状况的6月份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 按年上涨了1.4% 略高于预期的1.3% 5月是1.2% 上月内地食品价格上涨了1.9% 鲜菜价格升最多 升幅为11.4% 猪肉价格上涨7% 不过鲜肉以及鸡蛋的价格 分别下降了8.8% 以及11.3% 非食品价格就上涨了1.2% 上半年内地通胀率 按年上涨了1.3% 另外上个月工业生产者 初产价格指数PPI 按年下跌了4.8% 按月下跌了0.4% 上半年的PPI下跌了4.6% 中国银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 为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的稳健发展 银监会会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 容许银行对已到期的股票质押贷款 重新与客户合理确定期限 质押率低于合约规定 容许双方自行商定抵押品的调整 银监会又表示 支持银行主动与委托理财和信托投资客户协商 合理的调整证券投资的风险预警线 以及平常线 鼓励银行与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开展同业合作 提供同业融资 银监会表示 支持银行对进行股份回购的上市公司 提供质押融资 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的健康发展 A股连续三周暴跌开始波及今年暴涨的深圳楼市 据华夏时报引述深圳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 万科中海招商地产的部分项目 以及华侨城片区楼盘 目前开始出现已交付的定金的客户 出现退房的现象 福田CBD某商业项目的客户 也开始向开发商表达想要转让手中商铺的意愿 从6月底开始 深圳楼市的成交量明显下降 二手房市场放盘量增加 报价也开始下调 如前海区域二手房报价已经下降了3-5 有开发商表示 近期客户的购房需求确实有下降的迹象 在推出客户交付首期付款时 客户提出因股市被套 要求延迟交付房款 实际上不只是深圳 目前在上海重庆成都都已经出现了退房的现象 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时表示 会与国家有关部门争取颅气开通深港通 并重申深港通对中港市场互联互通非常重要 早前推出的政策机制是完善的 卢互港通基金互认等等 未来需要与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本港有关机构会与中央政府进一步合作 他又指香港是成熟金融的市场 近期股市情况 本港金融法规政策以及措施等都有通过测试 未来本港可以继续成为国内的金融市场 进一步发展完善 另外国家在125规划之中 规划将香港巩固并提升至航运物流中心 政府已经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 又指本港可以继续在里岸人民币市场 以及资产管理业务之上与内地分享机遇 好了 关注完所有要闻来看一则香港的天气预报 限时温度29度 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 3号强风信号显正生效 今天的新闻出地道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